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上周的示威演变成政变 总统巴基耶夫出逃 日前有在媒体领域工作的网友透露说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指示 严控新闻报道 阻止人们联想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变动 根据西方媒体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之所以走上街头抗议 主要原因是总统巴基耶夫政权贪污腐败 他本人将重要职嫌都受于亲属 并积极栽培儿子成为接班人 再加上近来物价膨胀 而国家贫民问题几年来不见进展 人民于事走上街头抗议 网友指出 当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完全一样 只是规模更巨大 有网友总结 中宣部之所以对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如此紧张 背后有四大原因 包括 一 限制网络自由 二 实行媒体管制 三 政府系统贪腐 四 当权者亲属把握财政大权 根据中国审计署的最新报告 2009年1月到11月 中国有2350亿人民币的公款不知去向 显然是被官员贪污了 这大约是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两倍 另一方面 有报道指出 中国太子岛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 抢占中国大陆数以亿元计算的私募基金投资行业 这种现象引起大陆民众的不满 全国政协副主席 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 曾经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公开指出 民众最不满有些官员子女财产很多 学者施卫将在中国报道周刊文章 富豪组与太子党中说 统计资料表明 中国大陆财产过亿的富豪 91%是高干子弟 而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所获资料分析 7.75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 只占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% 曾经被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提名的 中共太子党和亲信 包括了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李瑞环的儿子李震志 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 李长春的女儿 吴邦国的女婿 曾培炎的儿子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以及朱镕基的亲信方峰雷等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状况十分相似 近来群众事件又不断升温 难怪中共中宣部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当权者 被拉下马的新闻风声和力 新台人记者吴维 陈岳秀综合报道